被晾在急诊室外漫床等待 外头又湿又冷 年近90的富人穿着雨衣 盖着毛毯 搜索在轮椅上 手还不停战斗 转过去一看 更多长者同样痛苦 只能趴在膝盖上休息 家属痛批这样的场景 真的太残忍 林先生越说越生气 母亲16号到医院洗肾 发现快晒阳性 送到急诊半夜12点 做完PCR竟被晾在户外区 风吹雨打 等了近三个小时 才被安排进帐篷 高龄又慢性病 本该要优先 却只能在雨中哭等待病床 家属更崩溃的是 急诊一般病患 和确诊患者通通困在一起 中央没有规划 轻重症焚流 才会导致急诊爆炸 百姓受苦 院方回应安排床位 需要时间 以他到院之病房 认为已经很快了 如今老夫人全家都确诊 但医疗量能不足 就算高龄确诊 又患慢性病 也无法呆到痊愈 得提早出院 从就医到后续照护 家属的无助 恐怕政府依旧没看见 解有立场朱丁荣张妹子